你家安装防盗窗了吗 看着单元楼整整齐齐的防盗窗 你是否想过明明治安越来越好 小偷也少了 中国人为何还这么喜欢装防盗窗 这段视频拍摄于河北唐山某小区 视频中整栋楼都安装了同款防盗窗 让本该充满烟火气的居民楼 莫名地增加几分纯御风 拍摄者边拍边念叨 但凡没装的都是胆大的 有网友表示 住同款小区 整个单元只有一户没装防盗窗 因为那户业主是警察 属于是一高人胆大了 防盗窗顾名思义是用来防小偷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 治安没现在这么好 监控覆盖率也不高 人们又都是用现金 一旦招小偷 钱财就会被洗劫一空 于是有条件的人家 纷纷装上防盗窗自保 防盗窗就是从那时开始流行的 那时的防盗窗是铁网 到了21世纪才进化成不锈钢材质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入室盗窃的小偷少了 以现在的治安水平来说 抓个小偷不是难题 再加上防盗窗也确实不美观 好好的房子 硬是给装出了牢房的感觉 既然用处不大 为什么不能舍弃防盗窗呢 其实现在的人装防盗窗 主要目的不是防盗 我们接着往下看 纵观世界各国 为什么只有中国喜欢装防盗窗 不是因为我们的治安差 而是现在的防盗窗不只能防盗 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呢 不少宝妈表示家里住的是高层 装防盗窗不是怕小偷偷东西 而是防止孩子爬窗户 现实中小孩爬窗坠楼身亡的新闻不少见 2022年7月 江苏徐州某小区 具有俩熊孩子爬窗台玩 被邻居发现并记录下来 只见两名小孩轮流站在无防护的窗户上 吓得邻居直冒冷汗 一边叫喊提醒小孩 一边又怕吓到小孩进而发生危险 好在最后家长发现并制止了 没有酿成惨剧 也给其他家长提了个醒 小孩不具备判断危险的能力 装个防盗窗确实很有必要 此外 现在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 小猫小狗也喜欢爬窗户玩 而我国人多 楼房建的越来越高 万一从高层失足掉下来 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 不管是孩子还是宠物 那都是我们的心头肉 大怕悲剧发生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 也要尽自己所能的做好防护 况且防盗窗丑是丑了点 却也不是毫无用处 比如挂腊肉晾衣服 在北方还能作为天然冰箱 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不装防盗窗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美国的治安那么差 为什么很少有人装防盗窗 不仅没有防盗窗 他们连防盗门都不会装 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 美国的住宅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 与钢筋混凝土框架住宅不同 木质结构的房子很难嵌入铁窗和铁门 而且木质结构的房子不结实 一脚就能将门和墙壁揣开 小偷有的是方法能进入室内 装防盗门窗的意义不大 第二 美国住宅以独栋别墅为主 很多连个大门都没有 如果真被贼惦记上了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但别看美国人不装防盗门窗 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防盗方式 在美国的承包法中 如果小偷破门而入进行抢劫 主人是可以直接打击的 并且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 一颗子弹出去 小偷可能直接没命了 所以真正限制小偷入侵的 不是防盗门窗 而是承包法和人家手里的家伙事 第三 正因为在美国很多装备都能轻易获得 防盗门窗就显得多余了 拿着装备连城堡都能打开 铁门铁窗根本拦不住小偷 第四 美国的治安好坏是分社区的 有的社区治安非常好 小偷根本进不去 没必要装防盗窗 不好的社区治安差 住的都是穷人没钱买防盗门窗 换句话说 也没什么可防的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